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记者 他又如何巧妙应对难题 如意有约 看他们尽现幽默的精彩人生 沈腾如今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喜剧演员之一 他的身影活跃在各大音频 1999年10年20岁的沈腾面对高考择校的选择 当时他对未来并没有清晰的目标和计划 听从父母的建议是自己唯一的选择 而对于日后以喜剧见长的沈腾来说 能考上军艺完全是机缘巧合 这不是啥咱哥们不帮忙 这么整吧 我也讲得有点太不江湖了 我没太整明白啊 那意思我好像懂了 懂了 反正不就是这件事挺重要吗 这个 大学四年期间 沈腾才慢慢培养起对表演的兴趣 2003年大学毕业后 沈腾遇到了刚刚起步的开心麻花 成为最早的麻花成员 从最开始一场话剧 不足七个观众的话剧演员 到成为票房超过14亿的电影主演 沈腾走过怎样不平凡的演员之路 他对生活又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态度 考军艺的时候 我真是被我姐和我爸逼的 就是只是觉得这是个很安全的选择 因为也就在北京读军艺 在军艺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学生 所以各种外部条件都具备 让你可以去试一下 但如果你内心某个地方不是太确定的话 你未必会走出那一步吧 在那个时候 关键是我不走那一步 我自己又没有给我自己设定其他的步 就是我不遵从他们的意见之后 我不知道我自己去干嘛 OK 那表演对你还是有一点点吸引力的 在那个时候 一点点都没有 刑警是因为一个特别现实的考虑 对 但你知道你自己长得是还不错的 那当然了 那你现在回想一下 你到什么时候开始对表演是产生兴趣 和有一定的自信了 是我们牛娜老师给我的一个 称呼 表演课代表 这个表演课代表 在你们表演系的学生里面 是属于一个标志是不是 对 从小到大 你要知道一个比较调皮的一个学生 从来没有当过什么帮干部的学生 突然在大学里面 都是全国的这个优秀的好苗子 都堆积在一起 完了之后 你又是你业务主客的表演课代表 你会一下子就自信起来了 我是通过这个才喜欢上的表演 老师们一定看到你身上 当时你自己没有看到的 什么那个闪光点 有可能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这个人所谓的什么可塑性 还他的某种潜质 你后来有没有问过你的表演老师 我当然没有问过他了 只是说我自己今天在这临时分析一下 一是这个 女老师很细心嘛 她会洞察到我身上的 除了不适合做表演以外的那些优点 比如说比较祝人为乐 谁有点什么困难 弄个什么道具 我都会去帮忙 还比较有这个组织能力 完了之后 内心非常阳光 内心非常阳光 具有一定的幽默感 具备一定的编导能力 演的又不错 哎呀 这好像 但那都是你入学以后 老师慢慢慢慢才发现的呀 对 作为一个表演要有天分的一个人 他需要具备哪些特别重要的素质 你看是什么演员了 喜剧演员的话幽默感是必备的 而且幽默感有的时候是后天 弥补不了太多的 之后正直 一般来讲这种表演系的大学 都会说学演系 先学做人 这句话听上去比较可笑 你也会对照一下 好多演员好像品质并不那么好 但他一样成功了 那好都不会太久远 那这样的例子会有 有的时候你也会恍惚 不管我做什么职业 就说我要不要做那个好人 我不做好人 是不是我也能成功 甚至有的说 这个我只有不做好人了 才能到达这个人生的那种巅峰 或者事业上那种巅峰 都有各样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迄今为止 我还认为做好人 是最重要的 成功的人一定是一个特别专注的一个人 就他只专注于做某一类的事情 其他的一切好像就被屏蔽掉了 没错 就感觉做别的事 这个人都不在状态里面 没错 包括我回家 我经常开车 就走过了 包括我妈 有次身体不舒服 我去医院帮她打听 哪一个医院 对这个病最好 之后 我从那门里出来 也不知道想着什么的 这么高的隔离带 我直接骑上去了 非常糗 门口都是什么黄牛什么的 那么多还看着 那时候我已经演了好几年好见了 人家说你看好见 你看你看好见 我车停那 自己很长的隔离带铁的这么高 我自己还在那拔 特别糗 然后就是注意力很难集中 你会容易满足现状吗 非常 我每个阶段都很满足 就是你能够找到那个时候那个快乐 对啊 大学四年 你是很快乐的 很快乐 有那种小小的那种 因为作为演员 你必须要有一天 我要有名 这是我的一个硬性指标 从来没有过 只是上学的时候 做了一件非常 我当然在还后悔的事 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勇气去做了 上学的时候 我爸 就让我把我这两颗虎牙弄了 上学的时候 我天天在想 万一张一毛啊 什么姜文啊 什么孙小刚啊 他们来找我拍戏怎么办呀 那我再戴个牙套 人家该不找我了呀 我形象这么好 我就有 我就没去做这个牙 确实帅 我现在看见这两张照片 我都馋 真的帅啊 乐观的沈腾 曾和麻花剧团一起 遭遇了艰难的起步期 最惨的时候是四个观众 大雪天里 我们所有领导就站在这儿 等这四个观众来 之后给他报销来回的路费 给人家退票钱 因为我们演不起啊 但他从未放弃 对表演的坚持与突破 虽然他也面临过身边同学 在大营幕前小有名气 自己还默默无闻的 执着于话剧舞台的境地 也曾有过错失心仪角色的遭遇 但他对喜剧方向坚持不放弃 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坚持不降低 这份坚持对于当时的他来说 是一己执念 也是一种信仰 其实你是没有生存的那种压力感 没有 一般的所谓北漂都是有这样压力感 在最开始 对啊 那时候我就说 我说这以后红了都没有弹姿 也没住过什么地下室 咱们吃方便面都是馋方便面的时候 去泡一碗 是吧 也没有说这个接不开锅了 我说我说这一个月 这本个方便面箱子 我就吃啊吃啊吃 但如今你们都可以说 当年我们开心麻花没火的时候 演出没有那个卖不出去票 就几个人看的时候 那也还经历过好几年 你们到09年才开始真正 开心麻花是赚钱是盈利的吗 之前还是从剧团来说 还是可能运作是比较难的那个阶段 只不过你们作为演员 可能你不会太去 操心上火那些事 就你明白但你不会去操心上火那些事 对对对 但也上火 就是当你在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不盈利 老是赔钱的 单位对你又特别好 你也会替他着急 会替他担心 也有 这一定会有的 但作为演员那时候 你已经是个 其实是很成熟的演员 你有你自己的那个粉丝 在那个时候 你会不会也有一些职业的紧迫感 就是我的鲜肉时代 有一天可能会过去 那么跟我 我就从来没指望过鲜肉 能给我带来一定的粉丝 跟我同期的男演员 他们可能会有更多别的机会 电视剧也拍电影 我也不错 什么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机会 我第二年 在麻花的第二年 我就去拍了一个电视剧 拍了一个电视剧 那时候 你也知道 我就是行里糊涂在过 我也没有真正的去 好好拿剧本 好好去端演这个角色 我只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些小聪明 即使那样导演也比较喜欢我 之后那导演到现在 叫王连平导演 他当现在还在一直在关注我的发展 或者什么的 偶尔偶尔隔几年 会突然我来一条信息 就为你高兴 或者为什么 但是他只是知道 我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 这么一个孩子 在他眼里 我是有聪明的 他说你不好好演戏 你就可惜了 即使这么点拨我 我也没去好好的 就是对这个电视剧 那这个导演 我好好 我跟他多联络呀 以后我多上你的戏呀 就从来没有过 有没有哪一部电视剧 哪部电影 是你特别想去演 也好像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的 那都是几年之后了 几年之后 我认识了明浩之后 他在拍《黄金大集案》的时候 我忘了是怎么 就让我知道了 让我知道了之后 我说我 我好像挺想演那个男主角 小东北的 我说我觉得我特别合适 完了之后 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说那你那样呗 你那样呗 你上我那个 就招演员的那个地方 他说你让那个 我那个辅导演 帮你录一段 我去展示了一下 展示一下当然也非常 非常劣质的一段表演 因为我就非常难以 就难应对这件事 就就类似于考试的这种东西 就是什么事情的彩排 你都不太相信 从来不行 完了之后 我估计他也看了 看了之后 好长时间也没给我回复 我就又问他 我说怎么的 什么意思啊 是吧 到底是行了是不行了 把他的副手给我回 我说腾哥 那个 你看 你看如果说 嫌牛 但是老 你能接受吗 我说行啊 我说这总比说你演的不好 要更容易接受一点 因为一个演员嘛 就就每个人都害怕 就说 我说你主持人的不好 你是不是 难受死的 是吧 你要说老 我也有点难受 我也难受 总言之都难受 对都难受 但是相比之下 当然 要说你业务 说你专业不好 你肯定心里会更 对你是干错行了 多吓人啊 你长得老 这是事实啊 你只是不愿意去面对而已 对吧 我能明白那种感觉 为什么大家会生气 当你一个人长得好看 他说你丑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生气 因为你就知道 对方是在嫉妒你 如果你真丑的时候 大家都说你丑 你肯定生气 因为这是事实 生拿钱砸你 那要看拿多少钱砸 多少钱都没打动 那说明钱还不够 够 你到这个年龄了啊 你得这个 多挣点钱了 得为这个家庭 多考虑考虑了 我一定会 尽我所能 做一个 让你满意的太太 我那点超低啊 怎么这么胖 卢豫有约 精彩内容 稍后继续 从话剧 这就是你最后一排 戴着帽子的那个 小小平 小偷到我家 都是含着眼泪走的 逢年不解 还得给我扔两道米呢 再到电影 我要感谢天 感谢地 沈腾在喜剧的坚持之路上 心中始终带着 带给观众快乐的执念 无论是事业初期遭遇困境 还是被贴上春晚舞台上 好见的标签 沈腾都坚持通过自我完善 来获得新的创作突破 虽然在这个全民奔跑的时代 很多人不知道 何处安放心灵 但沈腾却始终坚持 从未放弃 首次出演电影 竟收获一众好评 沈腾对于今后 在事业上的坚持和突破 也有了新的思考 都说现在好多 之前对我来讲 是天文数字了 生拿钱砸你 我这人还真的 一般还真砸不动 什么生拿钱砸你 电影啊 让我去演啊 就其他的电影 对啊 那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是好电影的话 那当然要演 那当然他不够我的 这个标准 那要看拿多少钱砸 多少钱都没砸动 那说明钱还不够 够 最起码我现在为止 我接了这部电影的话 我相信他也一定 是卖钱的电影 他不会赔钱 对我来讲 这笔数目非常可观 但是仍然他也砸不动 未来就会是可能更多的人 就不管你做什么 大家就会来各种挑刺 因为你已经在那个位置了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自然 特别 它就是客观存在的一个 一个事实 你家人也没有给过你任何的 比如说 劝过你说 要不要你去做点别的吧 比如你爸你妈 他们会担心你 也并没有 其实我还有一个幸运 就是在这 因为说家庭没给你任何的压力 就说你到这个年龄了 你得多挣点钱了 得为这个家庭多考虑考虑了 就是各方面的压力 好像都没有 其实我父母 也没有怎么给我们俩压力 就是还是提倡这种顺其自然的 这种结果 现在可能是考虑到 我年龄有点大了吧 稍微有点着急了 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那个时候 你知道这是平时很大男人 很爷们的一个人 他突然单膝跪地 像你求婚就是 然后哎呀 就简直就受不了了 对啊 而且眼睛里还能觉得是眼泪 然后那个 看看那样 然后单膝跪地 就疯了 大公 做你 单膝跪地 举着戒指向我求婚那一刻 我心里觉得 好幸福 也 好欣慰 十二年了 至少 我没辜负你 你也没辜负我 从那一刻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 尽我所能 做一个 让你满意的太太 哎呀 哎呀你 不是你这个笑点高 累点 累点超低啊 怎么这么胖 不许说胖 叫丰满 女孩叫丰满 哎呀 没有 他其实现在挺瘦的 哎呀 现在 岁数大了啊 但是 虽然我刚才讲 我们应该传递特别现代那种观念 但是人还都是希望看到一个特别圆满的一个大圆满的一个结局 就花好圆圆的一个结局 哎呀 是啊 这是一个 他已经成为一个固有的一个思维母思维了 嗯 嗯 这是我们这个老祖宗这个 这个传下来的啊 或者是给予的 就像演小品一样 你要不夸张一点 好像大家看着就哪 哪不舒服 嗯 好多都是已经成了定式了 啊 反正这件事是你想做的 其实也就 也就无所谓了 对 再有一个就是 真正 真的是让 让琪琪非常感动 嗯 我觉得就好 这还 这一点还是非常能够 就宽慰我的 嗯 你是一个相信爱情 相信婚姻的人吗 当然是相信爱情了 嗯 但是而且我也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 这自己能有一大堆孩子的那种人 我会相信 我不见得是一个多好的儿子 但我一定是一个好的父亲 嗯 嗯 近期 由沈腾和黄博主演的喜剧电影《疯狂的外星人》 是宁浩导演及《疯狂的石头》 《疯狂的赛车之后》又一疯狂起脸的 一张在拍摄过程中的剧照 让黄博沈腾二人登上微博热搜 被网友戏称为长在笑点上的男人 与沈腾一样 作为如今内地最有影响力的男演员之一的黄博 也有着自己的目标与追求 早在2007和2009两年间 他便揭拍了13部影片 各种角色各种尝试 十年模一见 2018年 由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一出好戏 已经上映 备受好评 你会说多少种方言 什么简单的这些还都行 天津话 唐山话 陕西话 山东话 东北话 类似这些 他们说网上有一个这个 这是用山东话念吧 一个施朗诵 就是随便记性 当时记性来的一段 来一段 来一段 清福 深情的 施朗诵 哈皮肉 当青豆皮肉 又淡起来的时候 我的心情是无比的爽 那么大家就哈起来吧 就是海边的海风 吹得有点凉 我生怕旁边 这满满的一杯青豆啤酒 再咬下去的话 就一头挖地上 吃不来了 狗屁 吃不来了 这个 这个是 当时在青岛的那个春晚上 念过的一段 哦 原来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 我生怕旁边这满满的 一杯啤酒再喝下去 就一头倒地上 起不来了 这意思是吧 一头挖在地上 起不来了 对 那就是 觉儿子也是特殊情的 普通话 但其实不然 他在那里 吊胖机里 给他换个来不就行了 对不对 啊 你妈 你说你不傻 我跟你说 震胆报警 震胆 走吧 上车了 上车您了 走了 这是什么 这是 听到你的评估 我很熟悉啊 这两票 一毛一斤 咱的一车 三三色 一百多斤 小二百斤的 值多少两票 一斤四毛 十斤四块 一百斤四身 二百斤八十 还行吧 还那句老话 缺一两 他发一斤 他要是缺二两呢 所以那黑皮说的是 黑皮说是哪的话呀 是青岛话 我说的 可能用过的方言 青岛话用的多 然后中间有一个女孩 就是在那个 别人问她 要电话号码 那女孩说那话 什么话 说我看就没有这必要了 那个是让人说的济南话 说的济南话 那个是真事 那个是 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去济南出差 然后中午说 坐飞机要走了 没什么事 就楼下咖啡厅 喝个咖啡吧 等等吧 下去了 但是突然看到 窗边坐着一个美女 长发披肩 一个小披肩披着 然后在那看一本杂志 旁边就是花花 旁边就是窗户 窗户旁边还有个吊栏 我形容特仔细 就简直就是一幅画 侧影也漂亮 就太漂亮了 两人商量 谁能上你 给留个电号号码 能请人去吃个饭 什么的 这时间看够不够 一个哥们就上去 他说小姐 那个没什么恶意啊 就是想问 我们就是从外地来的 在这也没什么事 没什么恶意 想请你吃个饭 行不行 女孩她都看了看 笑了笑 就是没说什么话 特尴尬就回来了 但是那时候 更完了 就是这么的销魂 第二个 就实在不行 马上时间就到了 说不行 我得留一电话 怎么着看我本事上去 小姐不行 我们真没什么别的意思 我就想交一朋友 以后我要再来的话 再来再来几段话 就是哪怕打个电话 咱们一块吃个饭 有些人能请你吃个饭 我觉得都是荣幸 说得特好 女孩听听不耐烦的 把书一合 你会说普通话 您就是导演当时 在哪个工地 找了这么一个 演得还不错 你以前不是民工 我说不是 拿了把吉他 在后就看着我一遍一遍 我的天 我的天 他在这看 有人说你整容了是吗 整成这样 我得让那医院 赔我多少钱 一开始人是这样 然后说一说就成这样 再说一说就成这样 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 背后的蓝天 鲁豫有约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演完了以后 有记者采访我 别的地方记者采访我 我一打通了以后 我说你黄柏柏 我说我是 我说我是 你会说普通话 我说为什么呀 我们编辑还说呢 说你肯定找不着他 肯定就是导演当时 在哪个工地 找了这么一个 演得还不错 你这上哪找去 还真找着了 你以前不是民工 我说不是 不是 就突然大概 打乱了他的采访技术 对对对 他本来是民工那路线走的 对 那你要是如果碰到熟人的话 人家会认为 黄柏这怎么了 当民工了 哎呦 就是拍那个 上车走吧的时候 有一次在 就是在那个火车站 偷拍 有一次偷拍 然后 就摄影机是 装在一个包里头的 就露了前面一壳楼眼 然后扛着 因为你一拿出来拍 好多人都看看 就没法拍了 我就 被一个大包挂了一个 脏乎的快水瓶子 然后刚高虎 在网上一所 正好碰到一个 唱歌的哥们 你这 我不是以前也在北京唱歌吗 你哥们正好从火车站出来 下了火车站 然后突然看见我了 其实我余光早看见他了 一看是他 但在那拍着呢 没法说什么东西 又喝水 就二喇叭机的 走走突然看在旁边 打了我一下 你是黄博 然后说停了以后 我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你怎么来这 不是你怎么了 就是 你怎么了 他也没看相机 没看 我说在那拍戏呢 我说在那拍戏呢 然后愣了 完全那人傻了 然后飞日包 拿了把吉他 在后就看着我一遍一遍 我的天 我的天 在这看 看了好长时间 我说回头 我再给你打电话 到最后表情都是木的 我觉得你混得惨 都觉得我出什么事了 再救我一把 所以那时候 你就应该觉得 你自己演戏真的挺好的 你还没想到 也没有 我觉得这个跟导演 跟当时给我的观念 挺重要的 我觉得 就是最起码 你没有技术之前 那你可以真诚 一真折百丑 最真挚的东西 永远是可以感动人 打动人 对 真诚特别有力量 我觉得 2001年 27岁的黄博出演了 他人生中第一部电影作品 《上车走吧》 然而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 这次无心插柳的演出 不仅让他暂别了 十多年的歌星梦 还让这位名副其实的影视新人 感受到了 荣誉带来的风光与尴尬 302 你大点神车 你神轻那么霜 心都上大车 你本人都好合适 302 喊出来 大车没有上小车了 当时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事 从此以后我就会怎样怎样了 其实当时没觉着怎么回事 当时觉着来玩 就是也挺好的演戏 一开始跟我说 又是主演 我说你开玩笑吧 我说怎么演主演 我说不会啊 你发心想来就行了 结果就拍了十多天吧 状况还不错 反应不错 后来就拿了一个奖 拿了一个 就等于是金鸡奖 还有百合奖 拿了金鸡奖的第一次的 那个电视电影的一个最佳电视电影 然后就去了 去了 还走红地毯 哪见过那一阵是 门口琢磨好长时间 先出左脚还先出右脚 出左脚应该配左手还配右手 要走嘛 然后往外一出的时候 哗哗哗 闪光灯就闪了 我的天 原来这么有影响力 这戏 怎么我一出来 突然电闪雷鸣呢 越走越走 就觉得不对了 一回头一看 宁静在我后头 但是已经很满足了 那当然了 已经很满足了 坐在这一看 这周星驰 看那边那是谁 鼓励 观虎当时回头看导演 回头看 黄博如我们看 坐这特怪 我说怎么了 我觉得你完全应该在观众席 在那上面坐 但那一刻就觉得 挺神奇的感觉 对 对 你就觉得 你觉得 这事不错 第一 他也 在工作的时候 也能给你带来那种快感 你也挺满足的 而且 我还挺圣人 这一工作 再一个呢 就是完了以后 大家还都 觉得不错 有别的老师 有什么的 过来表演你两句 你会特别受用 但是别人可能是 简单的鼓励 不错啊 孩子 哎 不错 这俩字是深了 对 就是 就是比你自力深的 比你有名气的人 过来说一两 他可能就是一个礼貌 但对于被说的那个人 那些 那种被肯定的感觉 是特别特别难忘的 对对对 真的 当时不过 那个戏是 真的有评委 还有别的老师 单独跑过来找我 说的 这孩子不错 今天可惜 第一年电视电影 参加那个 那个的时候 没允许演员参入 演员的评选 就演员不参与 只有影片单独参加 所以要是的话 可以给你报个 什么最佳男配什么 哇 听着 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呀 不是不是啊 就说呀 就说呀 对 对 当年我就看着 富彪老师上去了 哎 这是不是有可能是我 十年前的黄伯 曾经无限渴望 荣誉带来的 鼓励与肯定 但是如今 荣誉加深的他 真切地感受了 荣誉加深 带给自己的烦恼 与压力 台上那一瞬间 然后回去高兴几天 然后你发现 日子该怎么过 还是得怎么过 那后来一段时间 再加上一些 莫名其妙的 那个尊重 接踵而来 据说你现在下楼 都有人扶着是吗 没有 就是偶尔的 生在片场 然后就突然 开始就要 被称作黄老师 这是必然的 从小黄 就直接变成了黄老师 然后再往这下的时候 我要走的时候 哎 慢点慢点慢点 我就说 这有点过了 对 我说我多大碎手 我就回头以后 上花生市 我就照镜子看 确实老了 你知道我们还有情 可因为女的 穿高跟鞋需要扶 这男的的确不用扶 对啊 就其实这些 都是点滴的压力 慢慢慢慢在给你 就突然人生 少了一个目标 就这个阶段性 我觉得跨越的 有点快 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 其实不是一件 太好的事情 后来想清楚了 就是你把这事 看得有点大 它不是给你的一个 终身成就奖 对对对 它给的只是 你这个阶段 或者说 仅是这部系列的 对你这一段 对你这一个阶段 努力的一个总结跟肯定 对 但一个人成名之后 别人看你的目光 还是会不一样的 听说前置还有人说 你整容了是吗 这个就是因为别人 看你觉得 看你越来越帅了 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网上突然出现了 一张对比的照片 一张就是我做宣传照那种 对 基本上画成这样的 头发弄好了 然后这个来的 照完了 然后跟戏里边 就是平时刺牙咧嘴 被人打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这种的 对比了一块 你看 最近黄渤的这个外观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看样是什么什么什么 去整容了 然后去整容了 然后其实大家也当个玩笑 去开了 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还是一个什么记者会 然后一帮记者 其实也都挺熟的了 碰见 然后就有人开了个玩笑 说黄渤听说你前阵传说 你上去整容了 说完了大家都乐 我也在那说 对 我说我这要是整容完了 整成这样 我得让那医院赔我多少钱 我说那要去整 也是去哪个村里边 卫生所整 开个玩笑过去 结果第二天 一帮报纸上出来以后 黄渤极力否认自己整容 然后这事就几乎变成真的了 后来一想算了 别再回应了 但是好一点就是 来找你的戏越来越多 其实也挺忙活的 比如说我们楼下 有卖拉面的 还有上面修车的 没事就过于能找点时间 过于溜达溜达 跟人坐着聊聊 有的看出来了 但是慢慢时间长了也就还好了 就是你得了解现在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你不能现在就装在瓶罐子里边的 然后天天给大家表演 我的其实老百姓的生活是这样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挺难的 你真的是挺难的 就真的告诉你 就这段时间 你空出来拍戏 就还挺可观的一笔收入就来了 你能把它推掉 然后真的下去 因为你天天都要面对这样的诱惑 但后来想了想 这钱够不够花 好像够了 就是你住的也比以前好了 吃的也比以前好了 就那就可以了 可是你还是有压力 你得压老婆孩子 也够了 想想我爸我妈带我那时候 我估计 带你可跟带你孩子绝对不一样 现在是什么时代 当时是什么时代 对 那也够了 我觉得你还是挺能够见缝插针的 还出了单曲 想了多年了 一直觉得唱歌这事 你得对得起自己 前面那么多年努力 这事就算了 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当当歌手 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 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 牵住你的手 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夹着带你到处熬涌 就能准确地从背后 给你一个拥抱 如果我能看得见 生命也许完全不同 也许我想要的 我喜欢的 我爱的 都不一样 你说的黑不是黑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人们说的天空蓝 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 背后的蓝天 我望向你的脸 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 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 遮住了脸 忘了掀开 你是我的眼 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浩瀚的 忘词了 谢谢 这个有点零食 不错 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